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又到了雨水多的季节 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 很多小孩都特别容易感冒 感冒后就容易咳嗽,特别是到晚上咳嗽会更加明显 一躺下船就开始咳个不停,甚至咳到呕吐 一整晚都无法入睡,非常折磨人 一家人都没有办法好好地休息 家长看来也会心疼,恨不得有什么铃铛妙药帮助孩子止咳 那么很多家长孩子感冒咳嗽的时候 就会盲目地给孩子吃一些止咳药 其实那是很容易损伤脾胃的 使孩子抵抗力会更弱,病情更容易反复 所以在这个时候食疗是尤为重要的 今天就用大蒜给大家分享一道止咳润肺汤 其实咳嗽多由于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引起的 而大蒜中含有一种硫化饼锡的蜡素 对于多种细菌和病毒都有抑制和杀灭的作用 同时它还具有很好的消炎作用 是目前发现天然植物中抗菌效果最好的一种 用大蒜煮水喝的话能够有效地缓解咳嗽 咽喉肿痛以及鼻腮糖多的症状都可以去喝一些大蒜水 如果感染在肺部引起的咳嗽 大蒜是可以帮助消除肺部炎症的 肺部炎症消失或者是部分缓解 对于咳嗽来讲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 大蒜本身含有大蒜素有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 对于呼吸道感染有抗感染的作用 如果是重度肺部感染或者是严重的滋气管缘 延起了咳嗽 喝大蒜水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大蒜不需要太多三四半就可以了 如果是小半的就多用几半 先把大蒜皮剥出干净 然后切成薄片 先放在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先用刀把生姜皮去除干净 生姜皮它是属于凉性的 而生姜的肉才是属于热性的 如果是用来止咳化糖的话 一定要把生姜皮去除 生姜它不仅是调味品 它还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 性微温 胃心 龟皮筋 胃筋和肺筋 具有很好的化痰 止咳 温中 止呕 结表上寒的作用 在临床上使用生姜可以治疗风寒感冒 胃受凉后疼痛 呕吐 细泻 雨泻中毒等病症 生姜可以起到温肺 善寒 止咳化糖等等的作用 对于风寒 咳嗽 日常饮用生姜水的话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生姜还具有一定的抗炎和抗菌的作用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增加身体的抵抗力 此外生姜还含有一种叫做姜酮的成分 具有镇静咳嗽的效果 对于因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 效果是非常好的 生姜我们只需要一小块去皮后 把它切成像这样的生姜片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的白萝卜 先把萝卜皮去除干净 这个皮我们可以去的厚一点 这样就不会有苦涉味了 萝卜它是一种很常见的蔬菜 中医认为白萝卜具有药食两用的食材 它不仅是营养健康的蔬菜 还是一种重要的中药材 白萝卜具有消食、化脂、化痰、平喘 顺气、下气、清热生津的功效 大多数的感冒患者会出现咳嗽 咳嗽就会有糖、蓝土 腌干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食用白萝卜就可以缓解以上这些症状 此外白萝卜还有特别高的营养价值 它富含维生素 适当的食用可以提高肌体免疫力 能够有效的预防肺部疾病 在平时我们也可以多用白萝卜煮汤或者是加冰糖 煮水喝 也能够很好地起到缓解咳嗽、咳痰等等的效果 特别是在春天雨水多 细菌、病毒容易防殖、容易使人感染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喝一些萝卜水 能够很好地起到预防感冒、咳嗽的症状 白萝卜煮水能够起到杀菌、预防感冒 如果您家的孩子受到了咳嗽的困扰 晚上难以入睡的话 可以用白萝卜加冰糖 再加几根葱一起煮水喝的话 能够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点点的老冰糖 根据自己接受的甜度来决定 酿、中医的理论认为 冰糖性肝、瓶 有一定的止咳、化痰、润肺、离肺、止气的作用 所以经常用来止咳和化痰 配合中药食用的话 效果会更好 很多止咳药都可以加入冰糖一起服用的 有的用冰糖做药饮 很多老年人含冰糖 来清散汁、清烟、止咳、化痰 冰糖炖雪梨也是一道非常好的止咳化痰的药上 可以有效的治疗肝咳、无糖或者是咳嗽带血 冰糖、泡水喝有很好的润肺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可以保护呼吸道免受感染 可以去除肺部的感染、照热 使人神清、气爽 它还可以消除人体内热 消除血液中的热毒 排除体内的毒素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一个碗中 放入蒸屉里面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可以多一些 盖上盖子 用大火蒸40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啦 40分钟之后 我们加入几颗枸杞 搅拌均匀 焖上5分钟左右 就可以喝啦 这道汤趁热喝 有非常好的润肺、止咳、化痰的作用 对于腌干、咽喉肿痛 效果都是非常的不错 它不仅能够清除肺热 还能够消除肺部 以气管中的炎症 而且还含有大量的天然粘液物质 能够生津、润肺 对于人类的肺燥以及咳嗽、咳痰、咳喘、痰痪等不良的症状 都有很好的效果 不管你是白天咳还是晚上咳 老人还是小孩都特别适合去饮用的 一次就能够见效 大家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